好 我们继续啊 刚才讲到第十八段 就是这个赌博 就是钱财的这个正与鞋 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钱的层次呢 我们讲的因果 深的层次呢 我们还会影响到人家的六神 所以这一段呢 也是对我们来讲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凶财呀 它这连环的这种因果 拿此财供养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都不会受供 供养父母啊会得病 供养孩子呀 孩子会败家 就像我们经常在讲什么呀 父母是得土还是会土 你这个土里边有 营养 还是有毒素 就像你这个钱一样 你这个钱里有毒素啊 但孩子吃了中毒啊 因为这种例子已经非常多了 要不我说我讲的风水呢 是风水与伦常的关系 你亏了伦常到 风水就不好 命运就不好 财运就不好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所以很多人呢 经常问我 我这个钱为什么 不经花 为什么有钱出事 就是这个原因 就因为钱 这个来的这个不振 那第十九呢 这个在国家层面 为什么在国家层面 就是什么呀 我们作为一个公民 有四种原则性的东西啊 是不能破坏的 第一呢 不能帮国主 帮国主也影响我们的运气 这个是非常可怕啊 很多人认为 哎呀 我这把国家领导人说说就说说了 这是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呢 因为呀 国家领导人啊 我们按我们的人间意 首先去讲讲 我们国家领导人 一般都是六七十岁啊 他除了 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以外 他也是个老人 我们六十多岁的时间 我们想想都享福呢 儿孙满堂呢 可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呢 六十多岁以后 才为证呢 非常辛苦啊 一座飞机 你看我听我们说 我们总理一座飞机 几十个小时 是不是 我们的主席一出差 你看天上坐多少小时 他们也是人啊 按情理上 这是不能攻击的 第二呢 他代表了全中国人的脸面 你攻击他 等于攻击了全中国十几人 这影响运气啊 这影响运气可怕啊 你一旦毁谤国主 告诉你 人脉全断 五方 接不通 我们都知道 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啊 你毁谤国主啊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会导致你走哪个方向 运气都不顺利 为什么呀 它是强大的一个正能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呀 人民就是天 它代表的是人民 所有的人民的场能 都聚集在他的身上 你在攻击他的时间 就如同以卵即食 不自量力 以小博大 你会被他非常强大的 这种场能 我告诉你 把你这化掉啊 那个不是要命啊 把你这儿 把你就化掉了 我们讲的 红飞烟灭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不能傍国主啊 要不很多人说 哎呀 这这 因为为什么呢 首先他是人 不是神 既然是人 是不是 作为我们来说 要爱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这是对的 所以第一呢 不能帮国主 这是针对国家的形象 那从国主再降格 降到什么地方 不能攻击你们的县长 县委书记 它代表 一县之脸 你要攻击县委书记县长 我告诉你 你这个限几十万人 那几十万人的这个厂能 在他身上 为什么呀 众人是天 你攻击他 就是攻击天 那他的厂能 也就把你召化了 我们就知道 有很多人 行贿给领导 领导出事 为什么被牵连 因为这个领导本身很正 就因为你行贿以后 导致他偏了 失去了名义 不受天护了 所以他出事了 他出事 是谁害的 你害的 你把你也抓起来 你还要出问题 你还要招货 所以一个地方 出一个领导 一线之长 一个一室之长 作为我们的公民 就应该 让他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我们不要去障碍他 即使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儿子 你的叔叔 你的伯伯 你的亲人 在哪个地方 当的是县长 当的是书记 当的是市长 当的是领导人 你更要好的 维护他的形象 不能假公 即私 不能打着 领导的 这种权威 某己私利 这是不可以的 市部市长 是权势职长 不是你们家的职长 我们要明白 我们 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样不造也 不然的话 就是我经常讲的话 你想什么福 你就要受什么害 你看他现在在官场上 要不我经常在讲 人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明白一个道理 要做一个真人 什么叫真人 你现在是领导别人 宗敬你 不是宗敬你 是宗敬你的官位 你误一认为宗敬你 你现在有钱 别人宗敬你 不是宗敬你 是因为宗敬你的钱 而不是你 那什么样的人 能被人宗敬呢 你能围观着 全心全意 为老百姓服务 老百姓的宗敬 就像我们的周恩 周恩来宗敬一样 是不是 就像我们的毛主席一样 你看 了不得呀 真是了不得呀 我们想一想 我听到 毛泽东主席的警卫 就告诉我 我们在一块吃饭 年纪很大 他告诉我 毛主席在中南海 居住的时间 竟然还在交房租啊 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听到很惊讶 说毛主席在中南海 住的时间 给那个绿化树中间 种什么 种苦瓜 种辣椒 因为他还吃辣椒 我们光说 毛主席非常伟大 你知道毛主席 上个厕所都是 手里包着书啊 他的床上 除了书就是书 李歌发都是 边理发边看书 没有丝毫愿意 浪费时间 我们知道毛主席 不会用枪啊 却能指挥打仗啊 我们想一想 了不得呀 要不我说毛主席 太了不得了 我们都知道 回名是寄讳猪的 可是那个时间 回名对毛主席 都很踪敬 回名把猪都养了 这就是这个警卫 给我讲的 我记得我还 把这个记录 听完以后 让我一个朋友 整理 写了篇文章 在我这个 播客里面 我们想想 这样的领导 了不得呀 你再回过来 看我们的习近平 总书记 推他父亲的 那个镜头 我们看到的最多 参赴他妈妈的 那个镜头 特别多 这是什么呀 体现孝道啊 你在看我们 第一夫人 是不是 第一夫人 经常和主席 出去访问 我们的第一夫人 多吸人眼球啊 为什么呀 我们的习大大 不是给拎包 就是残扶着 这体现什么呀 家和万事兴啊 夫复和啊 代表一个国家形象啊 所以 作为我们 要干什么呀 不能帮国主 大到国家领导人 小到你们的村长 你都不要攻击他 你这个村子 有一千人 那这个村长 一村之长 就是这一千人的脸面 你攻击他 你要注意啊 他要在 真是为聪明 服务 我告诉你 你也就被招化了 这叫不自量力啊 因为他的背后 承载的 国家领导人 承载的是 全国人民的 这种长能 那一村之长 是承载着 全村人的长能 那小到我们家庭呢 你爸爸是主人的话 我告诉你 一家之主 你不能攻击父亲 你攻击父亲 也会被招化 这叫无腻 为什么呢 家里只有一个人 要当家呀 你攻击他以后 你在哪儿 说你爸爸不好的话 就是把你们家里的形象 在别人面前 给损害掉了 说你妈妈不好的前提下 也是把自己家庭的形象 就损害掉了 所以我经常在说 言父母过 孝心一世 当你言父母过世的时间 实际孝心就已经失掉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那我们在工作中呢 不能说老板不好 老板不好 他都当老板了 他要再好的话 我们想想 那他不当神了吗 你说你好 你还给人打工呢 到底谁好 就像我在广东 一个员工跟我讲 我们老板非常愚痴 我们老板非常傻 我就问他一句话 我傻人愚痴人 都当老板了 我劝天下人都傻都愚痴 为啥 傻人愚痴都当老板了吗 你这聪明在给人打工的吗 到底谁傻 他一听 有道理 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的道 就像我经常在讲 你是聚宝盆 你还是垃圾桶 聚宝盆是取众人之常 长于众人 看到任何一个人 他能在他的身上 吸取正能量的东西 这叫相生 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一旦见了这个人 遇到这件事 我们看到他的缺点的时间 我告诉你 这叫反渴 这叫吸收垃圾 自己渴自己 你看夫妻之间 是不是 你看你老婆哪都不好 我告诉你 你就收他课了 你要把你老婆当皇后 你就是皇帝了 你看相生了 你要看见你老公哪都不好 我告诉你 你也犯课了 他课你了 你要看你老公是皇帝 那你就是皇后 这就是风水学上讲的 我们的反作用力 我们的内心世界 用什么方法 就像我经常告诉大家 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的眼球 我们的眼球里面 看到的都是对方 你看谁眼球里面装谁 决定装的不是你自己 要不我说 你看你们两个人站在那 你对视 你看 是不是 眼球里装的都是对方 不是装的别人 那你眼球里面 既然装他了 装他的什么呢 装他的真善美 装他的正 装他的善 不看他的恶 他的短处与你没关系 要不我将在讲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优点 优点是我们该学习 推广发扬广大的 我们只有学习了 对方的优点 我们才能取重人之常 而常于重人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并非圣贤 都有短处 我们的短处 是相互的提建议 帮助他改正他的短处 让他成一个完美的人生 这样才不枉费 我们见面的缘分 可是我们每个人 决定都会犯错误 错误需要我们大家 相互的包容 理解 再帮助他纠正错误 这样 我们才是重情 重义的人生 就是这样 无非人就是这三类人 你如何在这些 反面里面找到阳光 这就相生了 你就相生了 要不我说人与人之间 人这一生就遇三种人 哪三种人 第一种 遇到好人干好事 第二呢 遇到能人干大事 那第三种呢 遇到坏人不坏事就好了 你遇到好人干好事 你和他和了 你遇到好人 你怀疑人家做好事 这就犯科了 不是他科你 你自己科自己了 你遇到能人不能干大事 你嫉妒人家 我告诉你 也就犯科了 何则相生 逆则相科 你遇到坏人 不坏事就好了 这就何了 你遇到坏人以后 坏事了 你遇到贼 贼把你偷了 你遇到赌博的 你也赌博了 你遇到嫖娼的 你也参与了 我告诉你 这就科了 所以我们遇到坏人 不坏事就好了 要不我说 第十九呢 就是不办过主 在所有的人面前 我们要与他和 决定不逆 因为和则生 生则生万物 逆则克万物 一克就不顺 所以很多人 自己把自己克了 又克财又克命 又克妻子 又克老公的 又克父母 又克孩子的 没有不克的 到最后都克死了 为什么克 克就不好了吗 和就好了吗 我们不帮国主 那第二呢 作为一个公民 除了不帮国主以外 我们要爱国 不当国贼 决定不当国贼 为什么不当国贼啊 我们讲的汉奸啊 大道不出卖国家 你看我经常看到 新闻报道 有些人跑到军事基地 拍照 卖给个外国人 挣钱啊 丧尽天良啊 真是这样啊 我们想一想 太不应该了 真是丧尽天良啊 不要当国贼 大道不出卖国家的机密 那对企业呢 不出卖企业的机密 我遇到很多职业经理人 为了跳槽 跳槽 争取高的工资 把企业的命运 卖给别人 这种例子很多啊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 那包括我们单位也有 所以我们单位有时 给我们发个小手机 都是单线联络 为啥 可怕的很 有些人给你用那个 叫什么东西啊 给你去监控了 你里面讲什么话 什么秘密 他都知道 商业秘密 这也算是国贼啊 这是企业之贼啊 这缺德的 真是缺德的 这影响风水运气的 很多人不认为 认为 我为了跳槽 争取高工资啊 你为了跳槽 要提升你的能力 和你的德性啊 不是拿着人家企业的秘密 作为筹码 提升你的价值啊 那这筹码一进 你不就忘了吗 是不是 你看我们的孔老夫子 有没有罕金量 影响全球啊 那国外人说什么呀 孔圣人出生在中国 世界的圣人 那我们中国的秦桧呢 秦桧出生在中国 中国的秦桧 你看 国外人看到孔老夫子 都要沾一沾光呀 说孔圣人出生在 中国世界的圣人 那他再不沾秦桧的光 我们都是好德呀 厌恶呀 这是人之常情啊 那我们如何好德 坚决不当罕见 大道不出卖国家 中道不出卖企业的机密 那小道呢 不言父母的过失 我们古人讲了一句话 家丑不可外扬 家里的所有不好的事情 除非你遇的这个朋友 非常知己 他能开化你 帮助你改正 要不然 家里的所有的丑事秘密 我告诉大家 不要外扬 你扬了别人 看不起你家族 看不起你父母 也看不起你 你自己要说呢 我学传统文化了 我学了佛我要忏悔 那怎么办 那跪在圣人向前 跪在佛菩萨向前 把你所做的恶 是不是 可以写到一张纸上 来 知道哪一件错事 写完以后 在佛菩萨面前 在古圣先贤面前一读 从今以后 我作为中华儿女 坚决不再重犯 那你说一条 改一条 说一条 改一条 最后把那一张纸怎么办 佛菩萨面前 古圣先贤面前 烧掉就完了 你悄悄给佛菩萨一说 一忏悔就完了 这也是一种方法 不一定非要给别人说 古时候呢 比丘犯错了 要像五个比丘以上 要说出来忏悔 那我们现在呢 在佛菩萨面前 古圣先贤面前 去忏悔就行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除非像自己老师 自己信任的朋友 你倒可以说一说 可是呢 在万不得已的前提下 家里头的秘密 也不能说 你看很多人漏财 一说我们家里很有钱 实际没钱 被人盯上了 招来杀神之祸 是不是 男的见别着女的 一说我老婆不好 那女的想 这男的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你看说他老婆不好 这女的一说 我老公不好 那男的一说 这女的是不是想追求我 说他老公不好 你看 就因为我们这一句话 招来了大祸 要不说我们 用一到两年的时间 学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关好自己的嘴 所以我们古人讲得好 一言王国 一言心邦 三寸不烂之舍 是招货的源头 真的是这样 所以小道 自己这个家庭 都不要言过 你言对方的过 早晚对方会知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要明白 所以第二呢 不漏 不当国贼 第一不帮国主 大到国家 小到家庭 第二呢 不当国贼 大到国家机密 小到家庭机密 这也是一种持戒方式 这是非常重要 那这呢 影响运气 影响命运 因为我们呀 很多人的财运和福报 都是从嘴上漏掉的 你看我们做了好事 赶快说出来 让人夸一夸 你看漏掉了 我们嘴巴说话 尖酸刻薄 得罪人了 那我们这个嘴巴 口无遮拦 招下祸了 你看 这个嘴呀 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灾祸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能 不谨慎 不谨慎啊 要不很多人就说 呀 我没想到 我这一个嘴 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惹了这么大的祸 甚至因为你这个嘴 把你命都要了 为什么呀 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啊 我们想一想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 第二呢 不当国贼 那第三呢 不漏国税 那作为一个公民 影响运气 不能漏国税啊 我经常在讲 国税分为两种 一种是地税 一种是国税 你要欠了一个国家的国税 证明这个国家 有多少亿人 这多少亿人 都是你的债主 我们要怎么样 合法经营 照照纳税 这个很关键 那要是地税呢 你亏了这个地税 那这一个地区的人 都是你的债主 因小果大呀 这个罪很重啊 要不很多企业 最后出问题 我就告诉他 你这偷税漏税啊 犯国法 所以 作为我们人 第一不帮国主 第二不犯国贼 第二不当国贼 第三不漏国税 所以 那这个漏税 我们最容易漏的地方 是什么呀 去超市买东西 不开税票 也是漏税 包括坐速车 你看我啊 在超市 随时买东西 我都要发票的 我问了他没有 那是他的事 与我就没关系了 你要是 有这个小票 你不开税票 我告诉你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有时候 在超市买完东西 拿着小票刚出来 就有人说 哎呀 你这小票要不要 给我吧 我去补账 这都不能给啊 包括有人 在火车站 要你的火车票 抵账 这是我们都是 助人承恶的 在这上面造业了 我们不能不知啊 坐出租车 要发票 包括 坐公交车 是不是 你拿钱买票 一定要要票 为什么呀 你要不要票 我们想一下 这个公交公司 所有人都给你 补费票 那乘务员 是不是把钱 就拿了呢 这也是贪污行为啊 那他为什么贪污 是你不要票到这 停车场也是一样 那停完以后 我们走的时间 交完费要什么呀 要发票啊 这是我们人 经常犯的毛病 那小店没有发票 那就没办法 你问他 他说没有 他有的是定额发票 那我们去烧吃 去很多地方 一定 不要漏税 我们漏税人太多了 我们有直接漏税 间接漏税 太多太多了 我这都已经习惯了 在哪买个东西 十块钱东西 我都问他要发票 那他没有是他的事情 我职责尽到了 那我不要 这是我的罪责呀 很多人不知道 就因为不要发票 容易找老狱仔呀 不光给自己招 给子孙也招啊 很多人不明白 说这还影响呢 我真影响啊 还影响自己财运 为什么呀 你给国家 帮助纳税 这是基福啊 国家的兴旺 来自于税收啊 你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全民都不要发票 都不交税 那哪能行啊 那国家还活不活 国家的税金拿来干什么呀 除了给公务员发工资以外 他的税金拿来修建路了 像孤儿院 敬老院 是不是 市政设施 路灯 指示牌 这都是税前所求啊 要不我说 要发票就是击善 任何一个地方 你快餐店也可以要发票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上面犯毛病 犯什么毛病 漏税 我们大家不能不谨慎啊 一定要要发票 不能不要发票 也不要把你购物小票 乱给人给 卖车票 卖 不用的车票 谁要就给他 他拿去都是套国家的钱去了 你说不上在这造了业影响你的运气了 折了你的福报了 你还不知道怎么折的 哎呀 我这用气为啥不好了 我遇到过老板出问题 我说你这偷税漏税啊 他说我没偷啊 我说你买东西不要发票啊 这也是偷税漏税啊 是不是 这个我们大家 经常容易犯 犯的人还比较多 我们过去把这都不认为是恶呀 认为无所谓 这个就错了 这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处处谨慎 不给他人当嫁衣 不给他人当嫁衣 一定要要发票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第四呢 不犯国制 制是什么呀 规章制度 包括地方法规 小到公司的制度 还有我们的家规 家风 你都要不要违反他 违反正不好啊 那偷税漏税呢 除了国家的层面以外 在企业里面也是这样 一定要注意 买什么东西 要有票据 那在家庭呢 那家庭的偷税漏税是什么呀 作为子女有钱 怕父母化 钱藏着业着 老说自己没钱 这叫偷税漏税啊 这叫亏税啊 那国制呢 就是不犯国制 大到国家法律 小到地方法规 包括我们的家庭 这个家规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影响 会影响到我们的运气 会导致我们挣钱很辛苦 很多人呢 不知道 也最容易犯的毛病 就在这个地方 要不我说 我说把这些东西啊 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可以对照 我们在哪都犯这个错了 为什么我现在很辛苦 人家挣钱很容易 子女很闲笑 事业很顺利 人家顺在什么地方 我们腻在什么地方 那好 要不我讲的 要不我讲的课与生 和八字相课 和属相相课 是不一样的 我讲的 要想不课 就要合 老板和员工 要想合 员工对老板 敬忠 和老板就合了 老板 对员工敬意 就合了 父对子敬词 就合了 子对父敬笑 就合了 所以这个合呀 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你想想 你有没有在犯课 你帮国主就犯课了 是不是 你毁谤你们的聪书记 也就犯课了 你毁谤你爸爸妈妈 也犯课了 因为你毁谤他的时间 和他的场能就散了 不能合 你可能就受他课 受他制约 那我们人要想顺利的话 就合 万物要顺 你看佛讲东西 讲得非常了不得 不二法门 共同一法身 为什么呀 佛看众生皆是佛 我们看佛也是众生 佛之所以成佛 在他的内心世界 看所有人 所有物 法界一切 全和他是共同一法身 那我们人 是和我们人分别 我们人在这个上面 完完全全 把它是分开的 你看 夫妻不合 就磕了 父子不合 就磕了 老板和员工不合 就磕了 我们经常在这个生活中 我们不能犯磕 你受磕就受约束 一受约束 严重就要命了 磕财呀 磕贵呀 我们经常就犯这个毛病 导致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 那第二识呢 私害他人 我们脑海中 脑海里面 私害他人 为什么私害他人 天天想着害人 嫉妒 怨恨 仇视 我们害人 天天想着别人是小人 老想着自己 好像是伟人一样 实际当我们想别人 是小人的时间 别人也认为我们是小人 我们要把他认为是贵人 我告诉你 你这种产能 你内心世界 把他变成贵人 他真就是你的贵人 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 你如何去设计你的人生 你把你的孩子 你认为他是什么 他是人才 他就是人才 你说他是狗熊 他就是狗熊 所以脑海里面 不能私害他人 一定要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十 那第二十一呢 洋人之恶 洋人之恶也影响运气 什么叫洋人之恶 经常性说朋友不好 洋别人的过错 不能从他的恶中吸取教训 我经常在讲 当一个人好的 好人来到你跟前 那可能古圣仙贤派来的 让你向他学习 也当个好人 当坏人来到你的跟前的时间 也可能是你的祖先 古圣仙贤 给你派来的 为什么呀 让你别向他学习 不然你就变成坏人了 你之所以是好人 就因为人家有坏人 你才成的好人啊 好人是坏人成的 要没有坏人 你怎么能当好人啊 我们要想想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 要养人之善 引人之恶 他的善 是我学习的榜样 他的恶是警示我 不要像他一样做坏事 我们在里面要吸取教训 吸取营养 帮助我们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 心里老起 这种恶的念头不对 所以 洋人之恶是不好的 天天说人不好 人不要把自己 变成垃圾桶 要 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啊 我讲过 经常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的人 头顶是发光的 我这有时候 讲话比较直 我说我这讲出来话 对人打击太大 打击一大堆 为什么呀 我站大街上 放眼看过去 头上放光的人太少了 那头顶放什么的人多呀 放黑烟和放火的人多 放黑烟的人呢 是内心里面窝气 天天想人不对 这个烟松着头顶 变成黑气上去了 放火的人呢 急躁 脾气上来时候 暴跳如雷 过去了 能吃能喝能睡 也不管别人 接受得了 接受不了 你看 我看到就这两类人 就是放光人少 不是放黑气 就是放火的 这个可怕呀 那这个黑气和火 从哪来的 就是天天怨恨人 嫉妒人 仇视人 就是不私人恩德 不享人好处啊 你看 私人恩德 享人好处 你能聚天地之光 能聚自己的万灵之光 我们都知道 人是万物之灵啊 我们要聚灵啊 那你聚了灵以后 天就佑你 地就护你啊 人就帮你啊 你想想 非常可怕 就像昨天晚上呀 我那来一个居士 说他学了十几年佛了 我说你别说了 他为啥 以后不要再提学佛的话 他为什么呀 我说你脾气坏成那样 还学佛 竟给佛抹黑呢 他说我就是脾气不好 才来找你的 我说你找佛都没用 还找我 是不是 我说你知道错吗 知道错 我就改不了 我说你不知道错 你要真知道错 你真改了 我们人有个毛病啊 对自己的缺点 是包容理解 再包容再理解 对别人的缺点 是抓住不放啊 见算刻薄之责呀 本来你学佛 修道修道是倒过来的 你倒过去了 这麻烦了 你修行 你学习是认识自己的 不是 找到自己的错误 立即改正 可是你学完以后 拿着圣贤教育 拿着佛陀教育 干什么呀 照别人呢 这个不像佛 那个不像圣人 这个不符合传统文化 那个不符合佛教 你看 你拿去照人去了 不照己呀 实际 修行是照己不照人呀 要不我说 发现自己的缺点 我告诉你 这叫积德 你发现别人的缺点 这叫缺德呀 你是在干缺德事 你还是在做积德事 那我们要问自己 那如何改正呢 就是我讲的话 私人恩德 你能私人的恩 想人的好处 你能怨恨别人 你能说人家不对 是不是 你为什么倒霉呀 我们倒霉的原因是 内心世界怒 恨怨恼恼烦烦 谁都亏你的 你杠着黑烟 走哪都污染环境 要别人给我说雾霾呢 我这雾霾除了工业 汽车尾气以外 更重要的是人的心坏了 过去人心不是这样 过去人心从后 现在人心很毒啊 我们看看餐馆滴沟油 卖假货的 是不是 所有吃的用的 我们想一想 人在做什么事情 互害的工作 你帮我卖草莓的 很有意思 我有个朋友 请老师别吃草莓 我为啥 说我喜欢吃草莓 我们家有个亲戚 种草莓呢 说怎么样 说我要去摘草莓 说你在九号棚去摘 说为什么呀 说别的棚草莓 我们都不吃 最后一屋内幕 哦 原来九号棚 绿色的 别的棚 都什么 催红记 什么棚大记 连土豆为了长大 都是弄那个棚大记 胶地的事 一胶那土豆都长得 和篮球一样大 可怕呀 我就现在就 我就在这些植物里面 哎 饭店里面 我就看到了很多人 冒黑烟 冒阴火 我就知道 不聚光 肯定倒霉 这个烟是上影响 九祖部的超生啊 祖先要超过去呢 这烟挡住了 下影响七选 子孙不受忽悠啊 罪这么重啊 所以我们如何 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呀 干净的人 你干不干净 你的内心世界 装的是什么 你装的是感恩吗 你装的是宽容吗 你装的是理解吗 你装的是珍惜吗 你装的是 仁慈吗 没有 我们天天是装的是垃圾 我们人有个毛病啊 你让他发现 对方的缺点 他很快 你让他发现 对方的优点 他就发现不了 你说你看看 对方优点没有 你说那你找找 他的缺点 立即写一大张纸 就出来了 我们犯这个毛病啊 所以光没了 就冒烟冒火了 好 所以你看 这雾霾出现这个问题 是我们人人有责呀 我们心黑呀 真是我们心黑了呀 所以我们一定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人不要把自己变成垃圾腾 那聚光有什么好处呢 光则上扬 照财照贵 光是上扬的 所以这个光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 就像我看到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 给三个女儿讲了 有一个房间 我给你们给一笔钱 你们用这钱把这个房间买东西给我装买 大女儿买成棉花了 哎呀 花那么多钱买的棉花 总有这个角落没有装到的 二女儿买成粮食了 也有这个上面一点地方装不满 三女儿有智慧呀 点了根蜡烛 我们想一想 满屋子 哎 充满阳光了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内心世界 我们给这个身体装什么了 你是装的阳光 你还是装的棉花 你还是装的粮食 你还是装的垃圾 你还是装的大粪啊 我们想想 你装阳光 那温暖别人呢 你要装大粪呢 你走哪儿冲哪儿啊 实际我们在学习 听一些老师讲课 学佛也好 学传统文化也好 我们无非就是要给内心世界 装阳光 照亮他人 那这阳光首先要把自己温暖了 你的内心世界里面要聚光啊 光则上阳 照财 照贵呀 财是钱的意思 贵呢 是人的意思 财与你合了 人与你合了 那首先是你自己与自己合了呀 所以我们古人讲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合呀 我们今天 遇灾难 我们今天生病 我们今天运气不好 子女不孝顺 工作不顺利 老板不重用我们 种种的原因就是 我们给自己的内心世界装了垃圾 没装阳光啊 我们给别人讲话 别人不听 为啥不听 因为你装到垃圾呀 心邪 讲正话 正话也邪呀 我们要明白呀 心正掌 邪话 邪话也正啊 我们想一想 现在老师多不多 太多了 什么教授专家学者太多了 孔老夫子不是教授啊 可是孔老夫子培养了 三千弟子七十二现实 那现在老师为什么 培养不出来 就是因为现在老师的 内心世界里面没装阳光 他装的什么呀 装着名利 孔老夫子他老人家装着什么呀 利国利民 所以他得的名利是最多 他不想得反而得了 现在人想得的反而没得 这就是体现了 我们给自己要装葬 要大便火人 要不我经常再讲 今年我讲这个风水课的时间 我就再讲 我讲这个课大家喜欢看风水 那如何能让自己变成大便活人 你今天听完我的所讲的东西 你能对照自己 让我们自己充满阳光 让我们自己变成 让我们自己变成命运的主宰 让我们自己变成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让我们自己变成自己的人生命中的贵人 当家庭的贵心 当孩子的福星 当家族的德行 我们要当好 我们想想你们有机会 不管是看到视频了 在现场听了的 那你们既然 我已经告诉大家方法了 那大家一定要向那个一首歌 太阳当空照啊 照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去 用阳光充满它 你在看你的家庭 万年业障 千年黑洞 一朝亮啊 你看就是一个万年黑洞 你跑去 点一盏灯 就全部亮了 它就是黑了一万年 没问题 你这盏灯一去就照亮了 我们反过来修道修道 修自己 不是修别人 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 学传统文化 都是修理别人的 你看这也不对 他也不对 他也不好 找人家一大堆麻烦 实际学习传统文化 学佛 我告诉大家 就是找自己毛病了 改自己不足了 就是给自己找茬 当你认为你很好的时间 我告诉你 你就要死了 死翘翘了 你好了 你不死啊 要不这一块讲 洋人之恶 我们经常犯的毛病 就是我们是负能量的传播者 倒垃圾的传播者 我们言语造作 就是洋人之恶 你在这都看到别人错了 要不我说 发现自己错了 这叫开智慧了 发现别人错了 这叫缺德 我们别干缺德事了 为什么我们学传统文化 家里人不支持 我们学佛 家里人不相信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缺德事 干多了 学了传统文化 是让家里人更幸福 学了佛 是服务家里人 服务大众 我们学了以后 没有服务对方 反而指责对方 人家一学了 你好 没学了 你看你这没福报的 就把人说一通 到底谁没福报 我们想一想 我们错了 所以 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 这叫聚光 光则上扬 招财招贵 我们要聚光 我们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什么 正能量的传播者 把自己变成一个 能量光环 让所有阴暗的东西 所有邪的东西 遇到你以后 被你照画照正 你看孔老夫子 是不是 讲了五年学 培养了72现实 释迦佛呢 一讲经底下 弟子就正狂 了不得呀 就因为他的光 太强大了 照画了 可是我们呢 我们自己天天干什么呀 洋人之恶 天天想人不好 我们还天天干什么呀 经常爱收人的礼 自己都变成垃圾 人了 还爱收礼 你看我们看到啊 佛教有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佛成道以后 在讲道 一个外道 看见佛陀了以后啊 他就骂佛陀 他一下骂了 骂了一上午 那个人骂累了 就坐在那里休息 佛看他不骂了 佛就问他一句话 请问 一个人给我送礼来了 我没有接收 请问这个礼物是谁的 骂佛陀的人就讲了 一个人给你送礼来 你没有接收 那这个礼还是给你送礼的人 自己的嘛 佛就说话了 说你骂了一中午 感谢你的礼物 我没有接收 请你带回去 佛有智慧啊 这外道有些福报啊 佛这一说 外道立即知道 哎呀 佛是大智者 赶快给佛顶礼 说佛陀是智者呀 你看 这个故事实际就是 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话呢 当丈夫骂你的时间 我们不收他这个礼好不好 他骂你耳朵在我自己身上 我给他不给耳朵 不就不接受负能量了 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中 在工作中 在人事环境各个过程中 别人的错 别人的不对 我们都要做到 听而不闻 视而不见 把我们的眼耳鼻舌 生意全部控制住 不就完了 不受其害 让我们的阳光散发出去 提升我们的德性 人格魅力和自身修养 让所有人见到你以后 都会改邪归正 改恶从善 所以学传统文化学佛 干什么呀 就是化敌为友 转 冤为轻 转业还为廉迟 就这个目的 可是我们很多人学完以后 没有化敌为友 比以前示范还多了 就像昨天一个女士 说她学了十几年 参加一个团体 说开始挺好 最后团体之间出现毛病 一个一个看 一个不好 一个一个看 一个不对 最后她连她老师 她都说她老师 这不好 那不好 我说你错了 我老师首先是人 跟你一样 要吃饭 你掐她会痛 刺她会流血 你不要把她神化 我们常讲 三人行 必于我师 是不是 那她一句话 能影响你 那也是 一句话之时 你想她的好就行了 吸收她的阳光就行了 那阴暗的 对你来说没关系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是把阳光都扔掉了 把阴暗全洗进来了 这是我们错了 影响了我们的运气 阴太重以后 就像我讲的话 头顶不是冒烟 就是冒火 本来是天有三宝日月星 地有三宝 风火水 人有三宝 旌旗神 养得三宝天地通 我们把三宝如何去养 就用阳光去养 三宝一具足 就通天彻地了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三宝与天地不能通 什么和天地通 冒黑烟和冒阴火和天地通 所以招火早在呀 这是我们错了 我们天天想人坏 洋人坏 我们大错都说了 所以很多人说 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为什么不好了 你天天养人坏 想人坏 我们就要想 杀人犯出生的时间 也是冲结的婴儿吗 那我们的运气如何设计 就像我们千年暗示 一灯明一样 我们在任何时间 接受阳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 在工作中 别人骂你的时间 别人攻击你的时间 侮辱你的时间 我们怎么办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我们不接招 现在很多人爱接招 丈夫一骂你一接招 你看对骂了 大起来了 同事之间一产生矛盾 是不是 智者不变嘛 是不是 我们智慧 我们不用变他就完了 变他干什么呀 没有任何意义呀 是不是 我们经常犯毛病 犯在什么地方 无 用的 争辩 你看家里人 哎呀 丈夫夫妻之间 跟父母之间 朋友之间 无用的争辩 争辩 哎呀 就要争个你对了 他对了 他对了 你对了 你看 有啥意思 不正吃不正喝的 还损伤感情 这就叫什么呀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杜绝和垃圾人来往 不要受垃圾侵害 你看很多人被人把命要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招惹垃圾人了 我们惹不起能躲亲 我躲开他就完了 你看有很多人在外面旅游被人捅死了 什么原因 招惹了垃圾人 你把我们开车的时间也能感觉到 别人一插队 你心情不好了 这也是跟垃圾人生气 他还不知道 你让他一让 又何妨 你反过来一想 他们家是不是有病人啊 他急着找医生啊 就完了吗 生不起气了 是不是 那他插队怕啥 所以一定要明白 不要洋人之恶 不接受一切负的能量 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要接受阳光 当你接受阳光以后 我告诉你 你的命运你掌握了 你的家族命运你掌握了 你这个时间就是心向事成 想见谁就把谁见了 想发什么财 这个财你就能得 一顺百顺啊 心向事成啊 这就是聚光啊 这就是聚光 所以我们不接招 一切阳光的东西 真善美的东西 我们全盘接受 一切阴暗的 负能烂的东西 避而不难 我们把他规避过去 要不很多人说 秦老师 你用什么方法 我说我告诉你 人的耳朵是通的 你看很多人给我倒垃圾 他倒过来以后 我东耳听 吸耳就出去了 我在他倒垃圾的过程中 还在吸收能量 我不要和他犯 同样的毛病 我一定不会向别人倒垃圾 没有垃圾可倒 我只倒正能量的东西 耳朵干什么呀 就是通的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清楚 要不我们现在很多人 抓住垃圾 不放啊 要不我讲过 很多人一说 我和他生气 把我气得要死 你看 你和人家生气 把你气得要死 你到底在和谁生气 你本来就和自己生气呢 还说 找一个借口 我再和你生气 把我气得要死 那你要死活该嘛 那死老百死嘛 所以不接受负能量的东西 确实不能接受 一定不要洋人之恶 这是我们犯的毛病 我们经常这个嘴巴 当了洋人之恶的工具 影响了自己的运气 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要不我说 现在很多人 人都是好命 人都是带财 带粮来的 你为什么财也没有 粮也没有了 你还带病了 病 天不会降病 地不会生病啊 你这病从哪里来的 你自己找来的 你为什么找来的 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是何了 犯客了 我们经常讲的 甘气欲结 为什么呀 你是生气 把甘气欲结了吗 心力交瘁 为什么呀 心用力太过了 心力交瘁了 圣气不足 为什么圣气不足了 你生气了 把圣气伤了 为气不合 为什么为气不合 本身我们人都知道 身上是气血 气为阳 血为阴 气为血母 血为气率 气是上升的 我们把这个气 没有上升上去 我们身上的这种气 是通天彻地的 可是我们把它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烟 变成了火 人的勇气最怕的是什么呀 烟和火 烟来了就内伤了 这叫欧烟呢 火一来就克经了 命里有坐经山 也会变成水流掉 因为火克经呢 你自己首先克了 你一克运气就不好了 你挣钱就辛苦了 你就遇小人了 你身体也不好了 家族也不兴旺了 你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 出现问题了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错在就是我们老 心里想人之恶 思想想人之恶 嘴巴就把别人之恶 就扬出来了 这叫什么 倒垃圾 我记得我在红颜市场 那个地方 一个朋友跟我正在那说话 我说你看垃圾桶来了 他说垃圾桶在哪 我说你看 马上过来 我说你不信 咱俩坐这 他能倒几个小时垃圾 坐那以后就开始 说父母不好 骗他哥哥 下来说丈夫不好 一天在外面喝酒 不顾驾 说孩子不好 不听话 老板不好 坐那整整说了三四个小时 我说你看垃圾倒来了没有 是不是垃圾桶啊 我说朋友说 哎呀这是个大垃圾桶啊 我说他这个垃圾是没有实质的物体 要有实质物体啊 我这几十平米的房里都装不下呀 我们大家觉不觉得累啊 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给自己装了多少垃圾 你这种垃圾要是能形成物质 我告诉你 你所住的地方 你所到的地方 无处不是臭气凶天呀 可以这么说 比厕所还臭 我们天天背着垃圾 到处跑 还乐滋滋的 还美滋滋的 我们错了 所以心里装人之恶 想人之恶 嘴巴洋人之恶 把我们内心世界的自信光明毁掉了 我们的运气摔下来了 我们倒霉了 我们不好了 很多人犯这个毛病 要不我经常在讲 我这人最大的好处 在任何方面 我都能给我装洋 决定不装瘾 那你装了阴以后怎么办 装阴以后 就会招兵招货 装阴就招兵招货呀 你随时随地 就像有人说 秦老师你看他学佛还那么坏 我就告诉他了 我幸亏他学佛了 他要不学佛比现在还坏 你看 你也是吸收一个阳光吗 他一听 哎呀有道理 有人说秦老师 你知道他为啥可怜 我说为啥可怜 他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说错了 你把这个词改一改 他说怎么改 你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是不是 大家一听 有道理呀 那可怜之人他为啥可怜 可怜必有可恨之处 我说你改一下 改成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你看不一样了 他为啥可恨啊 因为他可怜才可恨吗 你看 同样是一句话 词的前后用的不一样 一个是吸收正能量 一个是吸收负能量 你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为什么可怜 因为他可恨 所以他才可怜 证明他活该嘛 那你反过来你想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你看他虽说可恨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可怜 所以可恨 你要可怜他 你看词一遍 意思立即不一样了 就像佛讲一样 大家都知道 《无量守经》上有一句话 讲什么呀 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属无怪言 本来是这个子女 不好是不是 那让佛说 佛怎么说 说她是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属无怪言 说她先人给她 没有教道德的事情 所以你别怪的 你看佛说话多温柔 你看 古人和经人的区别在于 古人争罪 经人争理 古人哪有问题 都是怪自己 我自己没做好 经人呢 是把责任推出去 老说自己好 光说别人害 这个就错了 所以我们大家 一定要明白 随时随地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 变成阳光性的心态 让我们笑的 真的是非常灿烂呀 要不我说 真正的微笑 是笑向元宝 招财招贵 可是大家现在 很少看到 真正的微笑 现在真正的微笑 还能在谁个年 可以看到 三岁以下的小孩 可以看到 那笑啊 真是灿烂啊 给个糖都笑得那么开心 可是我们现在 成人的笑啊 都是皮笑肉不笑 要不笑还比哭都难看 要不就是笑里藏到 你看那个笑啊 都复杂得不得了 我们想一想 所以我们要 私人得 想人好处 这叫聚光 光则上扬 招财招贵 天天想人不好 天天嫉妒人 天天埋怨人 天天烦人 天天仇视人 这叫聚阴气 阴则下降 招病招货 本来气是上 上走的 接天气 接地气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气 是朝下走的 一下走以后 伤了肝 肝气欲绝 伤了肾 胜气欲绝 你伤了胃 胃气欲绝 你这个气本身是上走 体现一个人的精气神 可是你这个气 不能上走 干什么呀 内伤 你这个气在里面 再肝伤肝 再胜伤肾 再心伤肾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看我这肚子胀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的 肝硬化腹水 为什么呀 也是气下行 气下行伤了肾脏主水 水排不出去 就成了大肚子病了 你看那个肝腹水 肝硬化腹水 就这么来的 我们都知道 你看鼻子出气的 嘴是出气的 是不是 气在上行 身体下面是排阴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住宅 我经常在讲 鼻子嘴巴代表厨房 你下体就代表到卫生间 一个是排阴的 一个是照阳的 那好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把阴给上排 阳给下沉 所以倒病了 这就是我经常在讲 现在的人头顶不聚光 聚火聚黑烟 你想想 这可怕呀 人就容易倒霉呀 要不我说 人都是好命 人都是有福的命 都是有财的命 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乞丐命 贵命变成了贱命 福命变成了穷命 长寿命变成了短命 你看我们自己变的 不是哪个神 也不是哪个佛呀 所以我就说了一句话 心向事成 自作自受啊 真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讲这一段 就是改变风水命运的密码呀 真的是这样 你如何改 让我们内心世界里面 装一个像蜡烛一样的 照满各个角落 不要装垃圾 不接受负能量 在一切负能量的过程中 我们能吸取它的精华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好 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